杰迪朗·沃拉维寒佛塔 又名错地阿兰维寒佛寺 其修建年代无从考察 据说是有一位缅甸僧人 因笃信佛法而将袈裟卷成一团 泡油后点燃 用于膜拜而修建的此佛寺 该佛寺也因此而得名 公元1511年帕昭圣蒙马王 在原来的佛塔的基础上 修建了新的佛塔 为其父王帕亚哥纳祈福 经过此次的修契 佛塔不仅变高了 佛寺面积也得到了扩大 公元1512年帕蒙桥王 用黄金包裹他身 公元1545年 当地发生了大地震 致使塔身损毁 只剩下半边塔身 近来泰国对绝地鸾佛塔的艺术构造 进行了修复 其建筑的主要特色在于周围的28支像 尤其是塔身东边的孔形窗 曾经是玉佛像的安置之地 此外在佛寺中还有兰纳时期风格的佛堂 两座小护塔 佛堂中的佛像艺术风格 融合了苏可泰王朝的艺术风格 寺内的国柱 是帕昭卡威拉王时期 为设立新城和新国柱 而从因塔秦佛寺搬迁来的 寺中所存的象牙佛像 由一头名叫 宫城来的大象的牙 雕刻而成 由昭奈马哈鹏王 及昭南马哈铁王 等住持雕刻 杰迪鸾沃拉威寒佛寺 是清迈又一座重要的俗家佛寺 曾是多位王家驸马爷的住所 目前 杰迪鸾沃拉威寒佛寺 也是太北地区 达摩域宗派佛教的 僧管委员会的行政中心